尽忠上辈 中辈及下辈 往生之人 藉由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而往生极乐净土 上中下三辈 都同样 所以发心重要 真心 真愿 就是无上菩提心 给予果决因性 这个法门 是把阿弥陀佛果决 作为我们的因底性 这是很特殊的例子 一切法门 先修阴后就果 这个法门 是先用果决 作阴心 英国同识 究竟方便 不是普通的方便法门 全血弥陀 一尘远海 六字鸿鸣 不可思议之 为神功德 这真的一点都不假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我们凭什么往生 凭阿弥陀佛的为神功德 我们只要真发现 现前 每一句名号 都举足 阿弥陀佛 不思议的 为神功德 现在就是啊 所以 所以才有这样殊胜的 果德 临终 一般都是 寿命到了 佛来接 寿命没到行不行 行 我念佛 我求生 我就想往生 想早一天往生 我还有寿命 不要了 可以通通 交给阿弥陀佛做主 阿弥陀佛要我多住几天 行 多住几天 什么意思呢 我们很清楚 要我们表伐给别人看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除这个意思之外 绝对没有第二个意思 那我们就做个表伐给大家看 如果没有必要 佛知道 我们没有这个缘 别人不相信我 没有这个缘 我们寿命不要了 我现在就去 我天天都想去 这样好 有留的必要 我相信 我留在这里 为什么 是在讲 我什么长处都没有 大概只有一点 学佛到现在 六十一年 没中断 五十四年 讲经教学没中断 我讲过很多经论 最后讲这部经 得做个好样子 我的选择不是随便选择 不是外行选择 我有这么多的经验 让大家可以相信 大概就表这个法 把下年老的法 黄建筑老具的法 表得更圆满 你看一个汇集筋 一个汇集柱节 那我依照这个柱节来修行 修成功了 大家相信 不再怀疑了 应该就是这样的了 那么这个事情 我们当然要做 所以 你要问我 在这个世界 还能活多久 我说我不知道 你去问阿弥陀佛 他知道 我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来接我 我什么时候去走 再没有牵挂 再没有牵挂 不用怕 衣服 摆拳 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